聊斋之意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酒友 车生这个人家里财产并不富裕 但沉溺于酒 每夜只有喝足三大碗才能睡着 所以床头的酒杯从来不空 一天夜里 她睡醒一觉 在翻身时 好像觉得床上还有别人 她以为是盖的衣裳滑下来了 便用手一摸 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 似是猫又比猫大 她点上灯一照 是只狐狸 醉醺醺的 大模大样的像犬一样 俯身盘曲 睡卧在那里 再一看 发现狐狸喝光了她的酒 车生于是笑着说 这是我的酒友啊 车生不忍惊醒狐狸 用衣服盖上搂着她睡觉 灯没有熄灭 好看看有什么变化 到了半夜 狐狸伸了身身子 打了个哈欠 车生笑着说 睡得真美啊 揭开衣服一看 是个戴着如生帽子的英俊男子 狐狸起身 在床前给车生叩头 谢她的不杀之恩 车生说 我对酒特别嗜好 人们却认为我吃 你对我就像知音啊 如果你不怀疑我 我们就交个喝酒的朋友吧 说完 接着睡了 还说 你可以经常来光临 不要互相猜疑 狐狸点头答应 车生一觉醒来 狐狸已经走了 于是特别为狐狸准备了美酒 到了晚上 狐狸果然来了 于是促膝欢饮 狐狸酒量很大 又善于说笑话 真是相见恨晚 狐狸说 你老是用美酒招待我 我用什么来报答你呢 车生说 斗酒之欢 何足挂齿 狐狸说 虽然如此 但你是个穷书生 钱也不多 应当为你多少谋划点喝酒的钱 第二天晚上 狐狸来告诉他说 离这里东南方七里 有人把金子丢在那儿了 可以早些去取回来 等天亮后 车生真的在那儿取到了两块金子 于是 他到集市上买来好菜 准备夜里下酒 到时 狐狸又告诉他说 你去后院把窖里的东西挖出来 按照狐狸说的 果然又得到十多万钱 车生高兴地说 口袋里有了钱 再不突然为酒钱犯愁了 狐狸说 不对 车泽中的水怎么能长久地捧来喝呢 应该从场计划 有一天 狐狸对车生说 市场上荞麦很便宜 你多尽些囤积起来 待价高时卖出以谋取暴利 车生听从了 一下买了四十多石荞麦 人们都取笑他 不久 天气大旱 其他作物都枯干 只有荞麦可以种 这样 车生售卖荞麦种子 获得十倍利息 从此 车生愈发富有 买了二百亩粮田耕种 且都是由狐狸决定种何种作物 狐狸说多种麦子 麦子就丰收 说多种谷子 谷子就丰收 一切庄家种植的时间早晚 也都有狐狸决定 渐渐的 两人熟悉亲密 狐狸管车生的妻子叫嫂子 对待车生的孩子 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后来 车生死了 狐狸也就不再来了 游了